理財最前線陪您放暑假了 從今天開始到6月27號為止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理財最前線 就可以參加這次的 夏日限定抽獎活動喔 趕快到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理財最前線喔 軟姐也愛您喔 歡迎收看理財最前線為您站在第一線 那在台股部分 今天是下跌80點喔 盤中是一度跌超過200點 那尾盤是有做這收斂 那成交量的部分是有稍微量縮到4415億元 那弱勢族群包括電腦周邊 運動休閒以及生技 強勢族群包括波桃 紡織以及其他電子 那三大法人部分外資是賣超 聯武賣 那賣超金額是167.3億元 那總計三大法人是賣超177億元 那在指數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6月18號指數 因為日KD 週KD 以及月KD 它的指標其實都高於90以上 那這個也就是說 接下來要面臨的是指標的這個修正 就是大家俗稱的漲多修正 那看起來今天又失守了這個十日均線 所以整個行情 它還是會延續一個比較高檔整理的這個態勢 那高檔整理一樣可以選股不選市 那在整個類股的轉換裡面可以知道的是 在指數創高的行情 全值股會有比較大的表現空間 那當指數進入到這個高檔整理的時候 它會從這個全值股慢慢的挪移到相關的題材股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行情就是反覆測試十日均線 行情轉為高檔整理 那後續我們要留意的是什麼 因為十日均線現在在KD的部分 還在持續的往下修正 那它假如這個開口持續擴大 指數再繼續往下跌的話 它會進而影響到週KD指標 那週KD指標現在是屬於一個高檔鈍化 假如週KD指標也出現死亡交叉往下的話 那就代表我們台股時間整理要更長 那類股輪動的部分也會更加速 這時候操作上就要稍微做一下流星 那明日的重點大事部分 最重要的是美國要公佈5月份的PCE 這攸關於聯準會的降息時程 大家密切做關注 那再來我們回到產業面的部分 隨著這個COAS的產能始終是供不應求 所以回答的GPU就很難做出生產 那生產的速度變慢之後 所有的AI伺服器出貨時程 可能都會出現delay 那現在需求非常的強 所以NVIDIA現在已經要求國際的大廠 希望他們來做這個面板級的散出型的封裝 它到底有什麼優勢呢 我們看到 包括它的效能是更強的 而且是更省電 因為現在AI伺服器用電量更大 那假如更省電 當然對整個產業來講就更好 那更重要的是成本它是更低的 而且生產周期是短的 那也就是說技術研發成功之後 這個GPU的量能就會出來 而且我們也看到在方形的面積裡面 它有更高的利用率 首先我們左邊這一邊就是這個12寸晶圓 它的樣子 因為它是圓形的關係 上面要這個相錄晶片 那圓形的面積其實它上面 右邊 這邊 左邊 其實都沒辦法再放晶片 但是只要來到這個 正方形 或者是長方形的這個面積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可以搭載的晶片 其實是越來越多 那目前來看我們右上角這張圖 12寸晶圓就是長這樣的面積 那目前台積電採用的是 51.5跟51公分的這個 這個矩形面積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黃色的這個面積 它其實比12寸晶圓還要再大三倍左右 未來技術假如允許的話 它的面積會越來越大 會比我們現行的12寸晶圓還要大更多 那再來就是說現在面臨的是什麼 就是在要用這個面板 它在雕刻上其實很容易破掉 那所以還有很多的良率提升的這個問題 所以它可能不會那麼快才做導入 那當然國外的研調機構也發現 在這個面板級的封裝 從2022年到2028年 它將會以32.5%的複合成長率 來做這個持續的這個成長 這個速度其實比我們先前提到過的 矽光子這個產業成長速度還要更快 那重點是台積電在切入這個部分 技術問題有沒有辦法解決 技術問題一解決之後 它滲透率才有辦法做加速 那相關的供應鏈大家可以持續來做留意 舉例個股裡面包括設備廠的 尤威科以及東傑還有泰森 都是相關的產業 那最近的部分包括智勝也有切入到 相關的面板級的概念股 那已具備產線的封測場裡面有哪些呢 除了我們知道的3481的群創之外 在歷程的部分以及日月光 其實都已經有產線在做供應 那後續值得大家持續的追蹤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記得請投資人掃描QR Code 訂閱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 並且持續鎖定9點的節目